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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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間足隔星期 項目上大概有這麼多 當然還有Facebook群組 YPR 組合吹水區 還有Facebook Patreon 大家可以like和join 大概有這麼多 也可以正式去講今天的話題 而今天的日本案件 就是一個都曾經改編過做電影 重要的電影也有來頭的 由原子溫去執導 是原子溫的電影 這個案件的名字叫做 《棋獄愛犬家連續殺人事件》 你在想為什麼會有愛犬家殺人事件呢 就是John Rick 大家知道John Rick第一集的劇情 最簡單就是有一條契弟 找了一個叫John Rick的人的車 殺了一隻狗 所以John Rick想了他的幫派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也不是的 你看完之後覺得那些人這麼不愛 不愛護動物 這樣去殘害那些動物 通常人家又不是個是個給人家的酬食 但我認為 ranch是肉的人都要要感激心態 不要耍用力吃 而且不要按你們的一些無聊欲望去殺那些動物 差很貓 那些動物的混蛋是應該落地獄 這些人應該做人道才對 不用人道,不要人道 不需要人道,被牠砍就最好 所以殘害動物的混蛋,被牠砍 就這麼簡單 今天這個故事所說的 對犯人 是不是John Wick那種 你弄到他的狗,所以牠塌了你 不是的 因為他們愛犬家的名字 其實只是表面 他們只是借動物來做生意過的 而且他們中途 那天他們有害過動物 有害過狗狗 1993年的一個 發生在日本棋育園 熊谷市的案件 這個案件 最初有 所謂連續失蹤 事件後來發現 殺人事件就是這個 起端 那你也可以說說 這個案件的 一對犯人 這宗案件可以說涉及一對 無犯夫妻 那種的無犯 真的是另一種的無犯 罪犯的無犯 所以很多人形容它是 無犯夫妻的時候 都要抹住 真的要抹住 那她的老公 就叫關根源 她的妻子叫封鑑報紙 那他們兩個 就會經營一間 寵物店 而這間寵物店 是叫做非洲狗社的 專門的寵物美容 和寵物養殖 類似香港現在的寵物店服務 我猜可能那些層面 應該再做得更多 可能那些服務也做得更多 例如美容那些 另外又可能會賣寵物 或者又會幫寵物 所謂名種狗隻門 凡顯後代 應該是這樣 讓他們的種子 就保持著名種 不是運種 而且也看到資料會說 其實這對夫妻 封鑑報紙 即是他老婆 有若干的資料 都會說 其實他本身也是一個 做生意的人 也會有想頭的那種 甚至有些說法會說 其實關根源 可能也是看中他這一點 覺得這個人又會賺錢 跟他在一起 應該大家可以搞一些生意 生活都尚算無憂 甚至可能是 進升到另一層的 生活階級 所以有些說法會說 關根源是看中 封鑑博子這一點 跟他在一起 再之後 就開了這間 叫做非洲狗舍的寵物店 而關根源 據一些資料顯示 其實他都結過幾次分 結果又來過 現在封鑑博子 應該是第八次 應該是第八次 封鑑博子 當然 他的前輩 也跟案件有關係 這個後面再說 所以說 他那時候 原來 這個非洲狗社 剛才也說 你做寵物生意 老實說 你自己養狗狗 那你可知道是什麼種 那隻狗狗跟你合作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那隻狗狗幸福 但是 你做寵物生意 故自然的品種很重要 所以這個非洲犬石 這個寵物店 其實他也剛才這麼說 有做一些 養殖或繁蜆後代的工作 例如說 裡面會 較多做什麼品種的狗狗 可能會做一些雪囂犬的繁殖 雪囂犬 例如阿拉斯加雷 或者西巴利亞雪囂犬那類 都是名種的狗狗 可能會是新的比較龐大的狗 像是無神神的狗 很有趣 像是一隻公仔 那些雪囂犬看到也很有趣 傻一傻 不過有些人說 是雪囂犬 在香港不適合 是天氣 對 你想想天氣 我們那天熱到嗨嗨 何況他們 我熱到嗨嗨的時候 他們的毛 保溫更辛苦 長開冷氣 比他們更辛苦 多人養雪囂犬犬 因為他們的樣子真的太有趣 沒錯 真的很可愛 所以很多人都說 給他們一個娘 也說他們兩夫妻 在居住的地方 因為他們兩夫妻 可以表現出一對無犯夫妻 亦可以表現出一對 愛狗的人士 所以為何這個案件的名字 會有愛犬家 這個字 那邊很喜歡用什麼什麼家 那些二十四孝老公 叫做愛妻家 喜歡狗狗的 就叫做愛犬家 所以他們經常被稱為愛犬家 如果是這樣 他們在店鋪附近 認識了不少當地的居民 開了店鋪之後 都跟那些人打好關係 相信他們的地區 可能消費力比較好 或者叫做中產或以上的那種 有機會是 加上他們在當地區裡面 總之是頭一兩間開店 自然會有受人歡迎 因為那時候沒有服務 你一旦有這些服務 自然會受歡迎 還有他們兩夫妻 表現出無犯夫妻 又很喜歡動物 很喜歡狗狗 所以當地的居民 或者街坊門 不用街坊門的字 好像用在日本的古怪 當地居民 如果香港的什麼地方 都叫街坊門 最好 沒有什麼地區 但是那個地方居民 可能有機會遠一點 但當然附近一點 最重要 那裡的人 或者喜歡狗狗的那些居民 都很相信他們的夫妻 甚至說 很多時候都會去光顧他們 找他們幫自己的狗狗美容 剪坦毛 跟他們扮靚靚靚 也可能有時候 找他們幫忙 可能幫他們的狗狗 煩獻後代 甚至是他們反後代 弄了一些很好的品材 跟他們買 是這樣的一門生意 那他們兩夫妻 好像都越做越好 越來越多人光顧 開始想 令自己生活的質素 進一步提升 希望他們更加奢華 所以他們之後 做日本人 我那時候的工作 那時候 那邊是建屋的 不一定買的 是可以建的 你看過什麼 有線的空間大改造 就是 那些工匠 在一塊地上 幫人家建 好像多啦A望大雄那種屋 那些 那當然是建屋 建屋 建一間更漂亮的樓 建出來 直接建出來 另外 再說 擴建自己的店 或者養殖牆的位置 誰知道 很壞不壞 他們遇到了一件大事 這件大事就是 日本所謂的泡沫經濟爆破 泡沫經濟爆破 大家知道 當時對經濟的傷害很重 是 在這個原因之下 就令這對夫婦 倒過來 是有不少的債務 甚至乎 捧毀經濟爆破 那些本身養狗狗的 有錢人們 或者中產們 可能他們的生活質素不同了 所以 未必那麼常 給他們做生意 未必那麼常 跟他們去 找他們做寵物服務 未必那麼幫助 甚至乎沒有養寵物 即是要辣緊褲頭 也要 甚至乎那些很luxury的 就是奢侈品的美容 超級名種狗 那些需求當然是降下來了 所以他們變成 好像被日本泡沫經濟爆破 搞一層八層一樣 所以面對著這個危機 結果這對夫婦 做些什麼呢 他們做的那件事 都好像是靈托相機 即是有些人說 你如果做一些接近luxury的生意 可能情況是半半 有些人說 索性精益求精益 又是怎樣 你要是做就做最好 所以他們就不僅是 要做一些很luxury的生意 就去再精進一些 做一些更加高檔 更加high-car的生意 就務求 一下子就翻本 那麼 他就在93年的4月份 就對外宣稱說 他找了一些專業人士 就培育了幾千萬的名種犬 就叫人說 不如去投資我們 一轉售一買賣 就會賺很多 他說那些狗 隨時就說一千萬 他那個品種也很罕有 血脈也很罕有 甚至乎 繁殖的成本其實都很高 不斷說 我現在不僅是 可能會賣那些普通狗狗 現在還賣那隻超級名犬 即是怎樣 變成那隻狗 狗狗裡面叫勞絲萊絲 這樣 這人喜歡什麼什麼界別 勞絲萊絲 即是說 你買一對的話 更加可以自己繁殖 說得好像買喇叭 是不是買過一對 好聲一點 不知道 狗的方便之後 你不懂 兩隻狗狗一左一右廢 不是 立體聲好一點 不是 狗狗兩隻開心一點 一起咬起來更慘 對 就是 一人咬一邊 那隻狗狗 好 好 我阿勞左邊 你咬右邊 好 但是 接著 就開始 被人揭發了一件事 其實很多資料都提到 他那時候 雖然對我宣稱 這隻狗真是超級名種狗 要一隻一千萬日圓 但是 好多資料都提到 其實 他那個 凡顯這種狗狗的成本 只是幾十萬日圓 對港資 其實是幾筆 可以說 行內的人 就知道這隻狗 值多少錢 看來就不要玩了 你這隻狗狗 跟我說過千萬 也有一句 其實 寵物 就是狗狗 始終生命 也不是這樣 但是 你以他們生意角度來說 名種 當然是血脈 好 當然是貴 還有一些人的生態 因為有很多人 有時候養寵物 這麼貴 也是一種 買名牌的生態 他就是要銷售那些客戶 其實他的目標 是厲害的 不要目標 一些跟我們差不多的客戶 目標 是一些更加高級的 即是更加消費力高的一群客戶 以商業來說 沒有說錯 但是 錯了 就是他有騙人 就是 本身就是數十萬日圓的那些 狗狗 你跟他說 是一千萬超級名總圈 就已經騙了人了 即是淘寶貨當真貨賣 淘寶貨當名牌賣 也是 就是 LB 不知道LB開了新的LB 辛苦 全球限量 對 你出去看不看LB的店鋪 有賣LB的袋 也不見 那就是連他的店鋪賣 多罕有 沒錯 不過你閒事 就不要去東門那些地方 啊 閘 那 你始終那個 食水深到這樣 還有 都是那樣東西 有時候某些人一看下去 其實 就不難查到 有些東西都說 是 所以這樣就開始引起了一些時段 甚至乎到了 現在後世被稱為 事件A 或者叫受害人A 就是牽涉在超級名總狗狗的真論裡面 這件事件發生在同年的4月 即是1993年4月 對 那位受害者 就叫做 川崎超男 本身是做一些外地投資 他應該是類似的 那裡買的東西更漂亮的 他就拿貨去其他地方買 類似的 他應該是類似投資生意 對 那些貴 那些好賺的就去賺 對 他應該是做投資生意 還要是針對外地 你想想 就算日本那邊的東西 經常都很崇洋 這些東西 關外地事 就很厲害 這個在某程度上也是厲害的 所以他也是需要一些 超級luxury的東西 對 超男聽到非洲狗社 就有一些 一千多萬的名種狗 去投資 一個投資者的心態 就馬上去找牠 去到之後 當然是商業投資 聊來聊去 最終 他們就以一千一百萬日元 買了兩隻狗 兩隻狗是一公一辣的 剛剛想繁殖 買了之後 他就找一些商熟人士再看 一看 即是他的朋友A 即是關家狗 或者可能是韓外人士 對 這隻狗 不值那麼多錢 我想應該就是 這個川崎超男 好像剛才所說 都是做投資的東西 在看這個業務 好像很厲害 幾論公佈說 整隻狗狗可以一千萬日圓 很厲害 就說 嘗試會不會投資 他們 甚至乎 我自己買一雙狗 先回來 試一下如何 甚至讓人評論一下 這雙狗 是不是真的這麼值錢 這麼厲害 如果人家說 是的 這兩隻可以再貴一點 不是過千萬 可以幾千萬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要賺 他就肯定自己 投資到這間店 這個非洲狗社的項目 是可以 賺到錢 就不是一個騙局 因為投資 最重要是要知道對面 是不是騙局 很重要 當然 好像剛才這樣說 跟熟人一問 他一看就說 這兩隻狗狗 挺有趣 但是 他們只有十多萬貨 就是這個品種 這個血脈 只有十多萬 買了同好貨 然後 他幾次買回來 一千萬去買這一雙 十多萬的東西 你變成一千萬去買 多了幾個零 多了一堆零 是 真的 而且還有些知道 說得更正常 更壞 就說 那兩隻狗狗 除了不值的價錢之外 還以為這兩隻狗狗 都是老人家 在狗狗上 是雖數大的狗 就說他們 其實是不適合去煩獻後代 就是 那兩隻狗狗 有心無力的時候 你煩什麼獻 不要玩 就是 可能那些狗狗 心想 我幾十歲狗 你不要搞狗 真的 真的 或者你不要找另一隻狗 也不要叫我搞另一隻狗 可能那隻狗狗 心想 所以就是 這個原因之下 叫做 東窗事發 這個川崎超男 就發覺 被人騙了 投資搞不定 就是 最高不投資 沒問題 但是 你騙我 這麼多錢 還要說 一千一百萬日圓 不是小數目 有些資料還說 什麼叫一層八柴 還說 叫他買完兩隻狗狗 回來 沒問題 那隻狗狗 還要走了 就是 他們兩隻是老狗 不知道繁殖也算 還要走了 還說 有時候最慘 那些狗狗不知道 自己差不多 什麼時候就會躲起來 會的 會的 有些有性的 不想麻煩其他人 就會躲起來 你也不知道 那隻狗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你完成繁殖 是不可能的 你還要品種本身 不值那些錢 所以川崎超男 最後就是 去找關根原 他類似去做的事 都是 你解釋給我 什麼事 別人跟我說 你這隻狗 就十萬 為什麼你收到 一千一百萬 為什麼你這隻狗 不是值那些錢 你這麼貴賣給我 你不是當我水雨那樣 亦是想追回他那筆錢 就是 你退錢過來 你的狗狗不值那些錢 你還給我 中間的錢 而去到 較後的時間 川崎超男 跟他們真的沒辦法談 就說 退錢 還說明 你一個先都不能少 你讓我退回全款過來 不可以減掉什麼 然後關根原 這兩公婆 一方面他們 又拿不到那筆錢出來 二來 他們又想貪了那筆錢 三來 他們又在想 這個川崎超男 有可能爆了這件事 就影響我們聲譽 個個之外騙人 就不會來找我們 所以最後 他又因為 不想這種謀取暴利的方式 會洩漏出去 所以他決定要殺人滅口 沒錯 他就在93年的4月20日 約了 他就說 不如我先退款 650萬 你先 受賀者 聽到 好吧 沒問題 就來到他家 即是不管了 你不是存款我先拿著 650萬 對 三飯一都先拿著 就去到家 當時關根原 就倒茶 類似的行為 都是日本人 一貫慣常 就倒茶給人 對 這杯茶自然有料 那 茶裡面 原來是用了 用來 草物安樂死 那些特別的毒藥 嗯 人類有沒有效真 不知道 不過呢 毒死了受害者 而 毒死了這個 川崎超男之後 他們就要想 怎樣處理這件事 他們第一件事要想 就是 怎樣處理 川崎超男的遺體呢 到最後 好了 他們兩夫妻就找了人幫忙 而那個幫忙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山崎永恆的人 那時就38歲而已 那這個山崎永恆是甚麼人呢 其實他就是 這個非洲犬舍的一個店員 這兩夫妻就要脅山崎永恆 就跟他說 你不幫我們 我們殺了你家人 用這個手段去威脅山崎永恆 去幫他們 就是叫做處理了 川崎超男的遺體 而後來 他們就透過山崎永恆 就把川崎超男的遺體 運到群馬縣 他們一個的治養場裡面 那個本身就像養殖場一樣 就是叫做養殖的狗狗 而他們呢 最後就是在那個 養殖場裡 處理了川崎超男的遺體 當然做了很多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把川崎超男 就是叫做肢解 也都說他們可能會把 肉或者內臟 或者肉碎的位置 就會丟到深山裡 而骨頭就會 叫做燒到變灰 然後就倒進樹林裡 甚至有些東西就丟到河道之類 就把川崎超男 將這個人好像完全 人間消失了一樣 就好像完全不見了這個人 也都沒有人會猜到 去買一雙狗狗回來 怎麼會搞這麼大件事 很多人沒有想到 所以當時也是當了 是失蹤的個案 去計算 不特別認識到 他是被殺害了 那時候 一來因為找不到屍體 即使你家人報了案 警方找不到屍體 都可以一天到失蹤 加上關根他的做法 厲害在 他就在深山 如果你在深山裡 你附近沒有民居 你晚上怎樣做 或者像他在消失的時候 都沒有人會看到 還有 他那裡真的去了養殖場的地方 即是 這個案子來說 這對犯人 他們有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叫優勢 就是 他們多了一個地位 就是深山養殖場 在那裡就是很多事情做到的 因為在寵物舖裡做 你一會兒一會兒不小心 不知道怎樣 留了一塊骨 或者哪個肥的滴血在那裡 那你真的進去很恐怖 人家也發覺有什麼事情 都可以查到 但是他們搬去這麼遠地方 還要去棄置那一刻 都很方便 在深山道 拿出去遠一點地方 你山林到棄置去 你自己想找到 未必找到 加上你就算是宵夜有煙 被人看到 每一隻長骨都是燒東西 日本人好像是有燒垃圾的習慣 有些垃圾不知道舊報紙 他們會堆在一起燒掉 好像他們會這樣做 那更加沒有證據 要燒掉 你看多了 A夢以前 他們不是嵌油 都是大熊的 但是 他們都來不安 燒一下報紙 最厲害 最厲害 大熊尼派燒掉了 番薯 也有這些事情 所以 他們還在深山道 你燒掉的稿 未必有人知道 有機會 所以 他們 成功在事件A 將 第一個仇學人 川崎超男 殺害後 令他消失了 就算是完結第一次的命案 是的 當然 到了很後來 山崎永恆有寫 不怕劇情 但是 他很後來 山崎永恆有寫書 說回這件事 其實有說 這個未必是 關根源第一個殺的人 因為他裡面 甚至有說關根源 是有自吹自來的說 其實之前他已經殺了很多人 但總之 以這個個案 而言 就算到川崎超男 就是做第一個受害者 加上你其實看到 那些處理屍體的手法 都很熟悉 都不壞 其實不出奇 也未必是說謊 但是 就叫做 以僑怨這個個案 來計 就是他第一個受害人 被稱是事件A 而之後就是到了 B和C的事件 那為什麼這兩個事件 會是混在一起來說呢 因為 在這次事件裡面 是同時有兩個受害人 而這位受害人 為什麼跟關根夫婦有關係呢 這個受害人 原名叫做遠藤安僚 是一個黑社會的小頭目 這個黑社會就叫做 江南定渡村會系的高田組 屬於那些小頭目 可能就有少許份量 關根找他們一起播放 如果有什麼 傾訴失敗 或者跟別人調解 就找他們一起說 甚至某程度是 遠藤就是負責幫關根源 做這些所謂dirty words 可能有時候客人過來 有什麼不滿意 有爭執 有爭論 或是回水性的 就找遠藤去攪拘 兇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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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 有所收負負責幫他 原來超男的家人 一早都懷疑關根有問題 因為大家之前一直在談 可能之前你跟這個人談過生意 買個狗 接著就不見了 可能都覺得是關閃 是的 警方庫務證據 但是家屬就有懷疑 川崎超男的家人 一直跟關根員有些在談 遠藤也牽涉其中 因為他調解 其實遠藤是收了關根員 一百萬日元的調解費 難聽說句 給他一個保護費 類似的 最簡單的就是 某程度上一百萬日元 你當作保護費 一百萬日元 就是給了你 你幫我處理Dirty Wrest 做打仇 給了一百萬日元 之後 遠藤這些所謂的黑社會 頭目制 抓到你痛苦 怎麼會說 收了一百萬日元 這麼少 是 當然 他拿了之後 拿著這個痛苦 威脅關根員 他說 不如你將商業登記 記錄我名下 以後的事情 你會做的 以後的盈利 賺錢 就要分一份給我 或者 那些什麼 就是 找到遠藤的人 來做Dirty Wrest 剛才說 做他打仇 幫他搞事 問題 這個人 不要說是否善男順女 他本身也不是一個好人 但問題是 你那些Dirty Wrest的事情 他就知道你有什麼Dirty 知道你有什麼痛苦 把柄 就要脅回去 那一刻之前很爽 現在就 叫做對方 都不跟你說道義 叫自己 撩鬼拿命 所以就被遠藤 要脅他 要求他更多利益 更多利益 最後關根源 他們兩夫妻 可以做什麼 乖乖給錢 其實說到這裡 大家知道一定不是 否則就不用說 去做B事件 他們兩個 之後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要割了遠藤 而後來就在同年 也是1993年的7月 在7月的一個晚上 關根源兩夫妻 也再拔了 山瓊永恆 甚至是剛才說 在寵物店做事的員工 也捉了這個人過去 他就過去 炸嘉伊就說去探望遠藤 還假借說 我們都決定聽遠藤你說的 我們會把非洲狗社的一些東西 都給了你 可能業權等都給了他 甚至乎 他們還有準備合約 他們是做足全套的 募求不要讓遠藤有任何疑心 所以就連合約都做足 給遠藤簽了一些什麼 之後也令遠藤放鬆了 沒有打聲十二分精神 就說這傢伙現在吃爛他 連合約都給我簽了 你可以做什麼 然後在想 你夠我做爛仔的東西多嗎 我就最爛仔了 你這個人可以做爛仔的 你就不用找我去做Dirty Worse 卻不知遠藤真的太好了 雖然他們做了一份合約欺騙他 但後來也將一些有劇毒的飲品 當作營養劑請遠藤飲品 其實不只是請遠藤飲品的營養補充劑 還請了另一個人飲品 這個人當然不是生其永恆 如果是的話 後來他就不能寫書 請了另一個人飲品 這個人叫和九井獎 這個和九井獎是什麼人呢 就是遠藤的司機 叫做反正你喝了 這些營養飲品 遠藤先生你喝吧 另外和九井先生試試 還給他喝 而後來 雖然有做簽約等等 但是 喝了那個營養劑沒多久之後 遠藤也真的垂下了 也可以說是獨發身亡 但是那時候 他們還沒開完這場戲 因為發現到 雖然營養補充劑被遠藤和司機和和九井喝了 但是遠藤就垂下了 好像獨發身亡 一半成功 對 但問題另一半就是和九井站起來沒事 奇怪了 和九井跟沒事呢 所以他繼續開場戲 不是立刻站在那裡 哈哈哈哈 但他拿出來就不是這樣 他們就決定 反正是開氣開全套 叫做長戲做下去 所以他就裝了 要做拖延戰術 因為他覺得和九井都喝了一瓶 他應該都會獨發身亡 是未到的時間 所以他就說 遠藤垂下了 我應該有辦法救他 甚至說服和九井 不如我們開車出去 一起 看看有沒有人幫忙 叫救護車有很久 你放遠藤上車 再載他出來 看看遠藤什麼事 但是他那時候就聰明 他知道和九井就隨時會死 隨時會獨發 不是叫他開車 那如果和九井開車 然後和九井獨發身亡 他就看著 哈哈哈哈 我們成功了 然後車撞了 所以當然是他開車 然後和九井就坐在旁邊 可能有些什麼 炸地說我熟爐 或者我沒有喝過酒 不知道還有什麼 總之就是 搞了一頓事 他開車 炸地要車遠藤去醫院 和九井就坐在庫介洗席那裡 當然等了一會 和九井也獨發身亡 原來只是那個毒性還沒發出來 發出來之後他也獨發身亡了 而後來 為什麼他叫山麒永恆過來 一起簽約 即是簽約已經不關山麒事 因為山麒不是負責簽約 就是負責在他們搞定遠藤和和九井之後 就要載他們兩個去割 所以之後 就找山麒幫忙 運送兩具遺體 接著就在這裡割 而後來做了很多工序 亦是說有把殘骸 可能會丟到河裡沖走 可能他們穿的衣服 一些隨身的物品就會燒掉 而最後 由關根源兩夫妻加上 山麒永恆的分工之下 成功把和九井和遠藤 就消失了 完全不見了 當然 其實有些說法會有說 山麒永恆後來 益術化這件事 也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 因為他們在居人 分屍行為的時候 他們說看到封鑒博子 即是關根源老婆 不是那種陳曬雞 有很害怕的 說他們是撐著歌 唱著歌 來分屍 所以某程度上 他是很氣定神閒 好像 可能犯罪學 那些人就想他是享受這件事 你不享受這件事 應該是做不到這種 撐著歌 來鑽他的事 應該是害怕的 目的上要這樣做 不代表享受過程 但在日後說 就似乎是連封鑒博子都是N的過程 也是這樣 就出現了事件B和事件C 即是同一件事 但就兩個受害人出現的另一個事端 就是93年犯下的另外一宗謀殺 因為他們在法庭上都是計算的 然後就去到事件D 但事件D所關事的人 跟之前很不同 不是生意上的拍檔 也不是幫他做dirty words的人 而是 一個跟關根源有關的人 她就是關根源可以一個叫情婦 或者叫外遇對象的一個女性 而這個女性就叫做關口江江 江就是 最後一個字就是 首先是江明的江 然後就是江陽的江字 是另一個字 很巧合的 很巧合的 我們是中文音的巧合 應該是人文音的不巧合的 其實她的外遇對象都54歲了 為什麼會接觸她呢 這個人就跟她有一個外遇的關係 她就說每次關根源覺得她有財務上的事情麻煩的時候 她也是會去找這位姓關口的女性去幫忙 甚至是再前一段時間 她一來財政上有危機 二來還要同時被遠藤威脅 就是剛才所說的 黑道中人的遠藤威脅她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她就再去找關口 然後就找這位女士 希望她可以幫她投資 就是減輕她自己的負擔 但是在1993年8月的時候 關根源就找了關口女士出來 想幫她做一些投資 可以減輕她的負擔 但是之後 最後關根源對這個姓關口的女人 都是動了殺機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她有找過她幫忙做一些投資 幫忙做一些錢上的事情 而說她後來 是牽涉了一個270萬日圓的款項 這個款項就是 他們有一些爭執的事情出現過 但是她 可能關口覺得 是一個270萬日圓的價錢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件事 但是關根源可以說是作賊心虛 她就越想越多事情 她開始覺得 現在跟她爭執的270萬日圓 就好像是那時候 第一個受害人 跟她爭執的1,100萬日圓的錢 或者好像是遠藤一樣 跟她爭執的事情 一旦有人跟她爭執的事情 就會挑起她的神經 就是想殺了對方 而現在又牽涉了270萬日圓的價錢 當然說多就真的不多 說少就不是 當然是270萬日圓 但是她就越想越作賊心虛 現在這個關口剛剛 她是知道我們這個非洲狗蛇 在財政上是不示草健全的 財政上也有很多事端 她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些可能會 她馬上加害我們 又用來要脅我們 甚至於想 這個關口剛剛之前 都跟我們買了6隻 阿拉斯加雪囂犬 她之前甚至是 給了900萬日圓 買了6隻狗狗 但是她心裡想 我的狗狗 其實是不值那個價錢的 好像這個案子 最恐怖的是 她作賊心虛會覺得 好像跟之前兩個案子都重疊了 好像第一個售後人這樣 買完狗 買完狗 買完狗回來 發現不是那個價錢 叫她退款 第二就是 她又知道 我們這個非洲狗蛇 一些內幕一點的事情 就像剛才第二個案子 遠藤一樣 所以也是在這個原因下 令她動了殺機 而且再關乎多一個因素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關口剛剛跟她 可以說是一個不倫戀關係 因為那時是她的老婆 所以可以說是她的外遇對象 也是這個原因 她覺得外遇的關係 其實我也好像想停了她 除了前面抓到的神經 即使她覺得 她想外遇關完了就不要太複雜 即是玩厭了 是的 但別人玩厭就是非 她玩厭就不是非 是殺人 之後她就在1993年的8月的時候 她就約了關口剛剛出來見面 可能是假借要聊一些新話題 最重要是因為她本身是有另一個關係 所以相對相對約她出來 可能也更加簡單 約了出來之後 也用了之前落讀殺人的方式 因為她就毒殺了關口剛剛這個女性 而她殺完關口之後 也叫山其永恆過來 又叫她的夥記過來 最後她們兩個在8月27日的時候 處理了關口剛剛的遺體 因為她約關口剛剛見面的時候 就是8月26日 所以27日已經處理了 她們處理的方式也是非常乾淨的 所以她們就把她分屍 然後就被棄掉 在不同地方衝走 或者扔了樹林裡 有些東西就燒掉了 這樣的方式 總之她們就處理了關口剛剛的遺體 可以說事件 就是這樣完結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關根原夫婦所犯的案 都可以說是完美犯罪 因為她最重要是處理了屍體 加上沒有目擠 沒有人看到的情況 沒有任何人找到證據指向 說是有機會去犯 還有一般人未必想到 那是寵物譜 怎麼會有關係 可能想到 你好像前面兩個人 在投資 會不會有很多投資項目 可能也有機會和人結怨 遠藤更加不用說 遠藤是黑道中人 都覺得 是不是出的日子 要還 那些人就還了 就被人驅了 但是可能真的多了這些事端出現 還有 始終之前 其實一直都是有人跟他們爭執的 只不過之前找遠藤去 解決這件事 就未必搞定了 所以就開始 雖然初初是一個完美犯罪 因為日本警方找不到任何的線索 當時是遺體任何的殘骸都找不到 但是之後去到1994年 整件事 好像就開始有一個不同的方向出現了 大約在1994年2月中 有些媒體報道 因為太多人 應該說媒體又懷疑 為什麼隔幾個月左右 這個地方又不見 因為事件A就是93年4月 事件B和C就是93年7月 而剛才說的事件D 就是外語對象 就是93年8月 4月7月8月全部都是93年 就是幾個月內 可以說有不同的失蹤案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被人殺了 而事件涉及的 也是關根源的非洲狗石 嗯 應該是收窄化 就是找回他們幾個有什麼共通點 因為這類個案是要尋找幾個受害的共通點 就是找到他們的工作是很不同的 雖然有兩個負責投資 但有個黑道中人關什麼事 打開之後發現那幾個不是 都跟這間非洲狗社是有接觸的 所以之後就開始謠言滿天飛 甚至乎說這件事 因為其實你看到那些日本案件也會有種感覺 因為那時日本的警察都是食塞米 有很多一些很瘋狂的事 完全不跟隨的事 其實他們阻礙了 日本警方時會顧很多案件以外的元素 會不會有第二件案件有什麼影響去聲譽 想好那些糟糕的事 所以他們就 那時好像查到不頂不頂 到一旦可能有些媒體去說 開始有些消息的周圍傳 到一旦是當時不同的日本的市民們 就去討論說 那幾個人聽說跟這間非洲狗社有關係 難道那間店裡越來越高殺人 開始說越多這些事情 或者吹大了 其實他表面是一間寵物店 內裡其實不知是人 大哥哥來的 類似的 但是日本警方在往後說 不是 其實那時候 我們一早就懷疑關根完這兩夫妻 即是又吹 不知吹還是怎樣 不知貓怕還是怎樣 不知非洲出征 最後那兩個人在澳門司警 我沒見了 查龍都被人抓住 這個經過我們長期部署如來 總之後來版本就是說 日本警察說其實 那時候不搞粗驚蛇 但是一早懷疑關根庫 老實說 那個關聯性應該是很難找不到的 第二宗那時候已經懷疑 都是關非洲狗社的事 而說 覺得這三宗案件 這四個受害人 都有一些很相似 一來就是 可能跟現在非洲狗社有關 以為就是失蹤的方式 好像無聲無息 人完全不見了 消失了 又覺得手法很相似 事件很相似 他們說本身正在懷疑 但是之後媒體越報越多 甚至媒體開始自己去做專題 研究是不是他們做呢 再弄了一輪之後 到後來 終於關根完兩夫妻 就被警方拘捕了 應該說首先警方是先拘捕了生妻 即是那個伙計是生妻永恆 真是可憐 即是他們最初的目標 不是覺得是關根完兩夫妻 而是覺得這件事是生妻永恆做的 我猜應該也是那些才是為主 而是說 那兩夫妻都出生了無犯夫妻 又愛狗 是呀不會的 肯定是生妻永恆那些小孩做 又有個歪心 又有個歪念 利用過牆 可能又想這些壞事 又以貌取人 首先就是把生妻永恆當作目標 去拘捕他 但是被生妻永恆逃脫了 生妻永恆做了逃犯 逃脫了幾天的時間 最後他經過一段時間的程序 最後都抓到生妻永恆 而生妻永恆被人抓了 他不爆發出事 就被人當他是殺人兇手 所以他直接把整件事揭發出來 整件事就告訴了日本警方 甚至乎承認了他多次幫他們那間非洲狗射店 運送屍體 而自己也被他威脅 甚至乎說 有些廣話說回來 原來他們不僅僅在養殖場上的居人 原來有些時間 他們不是運到養殖場那麼遠 他們很簡單地就運到 生妻永恆的家裡居人 你想想 要他幫忙居人已經夠瘋了 還要去到他家裡居人 有些人說說 生妻永恆那時跟另一半分開了 就變成自己居住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他好像那居僅僅地方 所以就 有時運到其中一些遺體 就是去生妻永恆的家裡居人 而後來到了1994年12月 最後警方根據了生妻永恆的一連串證供 就在不同的地方大規模搜索 搜索的地方當然也是 之前他們有做過棄屍行為的地方 即是可能把殘屍棄置 可能扔了河 倒在樹那裡 去到那些曾經有棄屍行為的地方 去大規模搜查 最後在那些地方 分別找回那四名受害人 他們的一些可能牙齒碎片 一些骨落殘片 即是一些隨身物品 可能是燒毀了再去丟 可能就沒有全部燒掉 所以做了一連串搜證 就是找到有關那四名受害者 包括衛鞋也好 包括一些隨身物品 還沒全部燒掉也好 就找到一些證據出來 但是說 雖然他們基本上是target 鎖定了 關根員兩公婆就是兇手 山喬永恆就是一個幫兇 但是他們那時候 就說最初是不夠罪名 去起訴關根員和封鑑警子兩公婆 因為應該就是 你找到一些殘骸 就是不代表他們兩個組 或者可能不代表他們兩個殺了別人 可能是不知什麼事 他們純粹是非法處理遺體而已 所以說最初在1995年1月的時候 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初時是用破壞遺體 或者遺棄遺體的罪名 去抓關根員和封鑑警子兩公婆 即是你告不到他們謀殺 因為始終都找不到證據 最初的時候 因為找不到證據 就因為說 當時的DNA驗證技術不足 就不是現在的CSI那種 所以說那時候 雖然是在 山其永恆說的地方 找到一些人體遺骸出來 但就說在上面 未必能拿回DNA證明 人體遺骸就是那個受害者 也是這個原因 令到初時 差點是過不了 關根員兩公婆謀殺的罪名 但後來 他們就沒有用過DNA 去做一個很核心的證據 反而是用了另一個方法 就是因為他們 在抓了關根員兩公婆之後的三天 其實是有在用共犯的一個罪名 把山其永恆拘捕了 然後他們也再拿一些證詞 或者各方面的一些行動 最後就是根據山其永恆的證供 然後用他的證供 再tick下去 在那些不從現場發現到的人體遺骸 用來證實那些受害人的身份 假設山其永恆說 當時他處理了遠藤之後 可能是扔了一個河的 人在河邊的地方 就找到一些人體遺骸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target tick了遠藤 去那一堆證物裡面 而也是因為 山其永恆的間接證據 令到後來 終於加入謀殺的罪名 去控告關根員兩公婆 但就說有少少不同 關根員被控的謀殺罪名 是三宗 為什麼是三宗 就是因為 剛才說遠藤和司機 他當了一宗謀殺案 這樣計算 他是那兩個計算一宗 計算之後就是 事件A 事件B和C 再和事件D 這樣計算三宗 而關根員就是 除了遺體破壞和遺體遺棄罪 除了遺體破壞和遺體遺棄罪 就是被起訴三宗謀殺罪名 而封謀警子 即是他老婆 就是被起訴兩宗 因為殺的外遇對象 不關封謀警子的事 當然 遺體破壞和遺體遺棄罪 也有起訴封謀警子 而最後生其永恆怎樣 生其永恆就是 沒有被起訴過任何謀殺罪 就是被起訴了遺體破壞和遺體遺棄罪名 而生其永恆之後 相對的罪名沒有那麼重 所以他的刑罰也不算太重 他只是入獄三年 就是這樣 而關根員和封謀警子 兩個都被判死刑 但是關根員 不知道他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他就不需要封謀警子 有漫長地等待死刑 何時到來的折磨 因為大家聽到日本浪見也知道 日本那種死刑 不是定了哪一天就哪一天 他說哪一天就哪一天 他是突然間就會出現 可能當天就突然說要抓人死刑 其實我懷疑他內部應該有的 不過他不會告訴你犯人 可能是不讓人知道 而且在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懲罰 不是說他犯完的罪行 一旦殺了他就完結了 但是在中間的過程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被處死 一種都是折磨 有很多人討論 也有很多道德上討論 有說過這些不在家的範圍 但是總之 他們倆刑被起訴了 死刑 但是關根員就是 在囚禁的年期之中 還沒有執行死刑之前 就已經是心臟病發而死了 而封鑑景子就還沒有 也沒有執行過死刑 而封鑑景子在入獄期間 可以說他以外發現了自己的一種才能 而這種才能就是一種藝術的封鑑 在他入獄期間在畫畫 畫畫後發現原來自己有天分 即是如果上網找回 都沒有他的畫 其實畫都不錯 甚至說有些小說 可能用了他的畫來做插圖 但是他叫做入獄之後 才發現自己有這個 興趣和才能 如果他把才能 早點發現到 早點不用做這些事 可能更好 一來就可以做一些非洲狗社 做好一點 以自己畫畫材料去再賣一些畫 但有些人說的 可能就是他和關根元兩個 本身就是某程度上 有種拆公拆婆的感覺才一起 所以有時候就很矛盾 有時候人生的事情 但是 甚至乎也會說 封鑑景子是 叫做日本戰後第十二個被判死刑的女性 可以說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可以說是犯重罪 但是 在這個案件往後 老實說 很多事都已經可以說完結了 但是 剛才不是說 其實生奇永恆 只是被判入獄三年 所以他很快就出來了 而他出來了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他所知道 關根元這一對夫婦 所做的壞事 所做的惡行 他寫了一本書出來 這本書可以說 結集了他 叫做犯案期間的所有做的事 也都羅列了 他對關根元自己的說法 他聲稱聽到關根元這樣說過 其實關根元本人 如果有殺人的奧運金牌 他自己都可以說是一個金牌的得主 是啊 他很誇張自己的殺人 還有說關根元 當然有跟他說過 其實自己有一套殺人哲學 殺人哲學也挺瘋的 對 你看看他的殺人哲學裡面 即是有幾條 都照讀出來 五條 幾條 他就說 對世界沒有任何煲罪人 就可以殺害 為了不勞出馬腳 不會以保險金為目的而殺人 很聰明 這個是聰明 專殺害一些貪錢的人 他應該搞定自己 也是的 之後有一條叫做 殺人那一刻 就不可以令到血液流出來 即是不可以令到那些現場 看來就是兇案現場那樣 所以他應該每次是用毒殺 在這個案子上 也是的 他只有割個小血腥 但是他殺人那一層是用毒殺 是不會有血出來的 處理師那時候他應該現場很多 不過他應該有科目被掩蓋 但是問題就是 他殺人那一刻不可以有血出來 因為他要移到其他地方 才會慢慢掩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讓屍體變成透明 也就是他那個 毀屍滅跡的行為 你看回他幾個重點哲學 你看回其實他應該 都不是第一個殺人的 即是以此案件的事件 A不是第一個受害人 對肯定不是 因為他有幾點 真的可以說 現代的兇殺案 有幾點他真的做得很聰明 甚至乎 好像都是山奇永遠本書有說的 關根源好像有跟他說過 其實以前自己殺了30個人左右 當然他不知道這個數字有沒有趨大 因為始終他是把殺人這回事 當成一個… 又不是藝術創作 他當成一個可以用來驕傲的東西 所以他有跟山奇說過 沒有殺了30個人 甚至乎山奇永恆有再說很多 他有說過其實 他們夫婦不只做那麼少壞事 背後還有很多惡質的行為做出來 譬如說他們兩個表面上 就是扮成恩愛夫婦 當剛才這麼說 阿君跟完自己 也不知道結過幾次婚 還沒計算 他還有一個外遇關係 但是還說 他們兩個扮成無法夫婦也算 他兩個還扮成愛犬家 就是說這兩個人是做過什麼呢? 就是為了要賺錢 其實就是做那個混蛋的事情 例如說他們賣了一隻狗 之後 他們會自己偷回一隻狗 再賣多一次 我想他應該不會自己親手拿 他可能會找軟騰 可能是軟騰 所以為什麼他要賺到軟騰 就是軟騰知道太多 就是軟騰知道太多 因為幫他做大家的 所以 又會偷回人家的狗 再賣出去 而更糟糕地 他們是會去客人的家 把人家原本的狗毒死 他就說 到時候還會安慰那個客戶 或者客戶再看到那隻狗狗不在 他就會安慰那個客戶 然後勸他 你要繼續走下去 買一個人的狗狗回去 他要陪你 你以前的狗狗很開心 可能類似這樣的 先毒死人的狗 再哄別人 買一隻新的狗狗回去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殘殺動物的行為 最重要的是 殘殺動物的行為 全部都是 混蛋 是比雷 不簡單 亦都說 他因為做了這些惡質行為 其實說 他兩夫妻在那個 寵物行業上 本身都照明遠播 但是 有時候說這些 可能行頭也未必公眾會知道 沒錯 現在就說 有Twitter 有Instagram 有Facebook 有什麼secret page 有什麼壞事 就說這個人是怎樣怎樣的 正在唱 正在唱 這些行業秘密 一旦有這些行為 肯定會被人上網 任何途徑唱 但是 那時候是九三年 當然沒有這些途徑 可能行頭的人自己 只可以口耳相傳 那些客戶的人就不會知道 所以 這兩夫妻 就是 什麼的壞事都做盡 甚至剛才 山崎永恆有說 關根源有說 有殺人奧運 我一定拿金牌 比原本奧運還好 還這麼說 還說過什麼 神經病的事情 還說 如果沒有那個屍體出現的話 是一般失蹤而已 你有證據 就說出來 很聰明 他說沒有人贏到我 但其實 你以那些犯罪學來說 就是 你留意連環殺手也好 有些連環殺手 很厲害的人就做到這裡 但是 後面有時候 去到某個位置 好像很想展示自己完成這件事 所以就會 將這件事外露了 即是看Manta第二季 Cambia 曾經跟主角說過一句話 你所說的 你在做profile的事情 你是針對我們這些被拘捕的人來做 那時候他這樣跟主角說 那一幕很厲害 他說了一句話 你還沒計算過那些沒有被拘捕 你的profile 你所說犯罪學的事情 可能應用到我們這些被拘捕的人 但未被拘捕的那些 他可能真的完美犯罪 你的profile是用不到在那裏 其實真的沒有說錯 即是Manta那裏 即是根本上 如果你是關根源 他不是那麽短時間殺了那麽多人 他做得更好一點 他真的沒有人發現到 間距如果長一點 甚至乎他真的跟人說 之前殺過30個天 可能是真的 即是你只要他 光根源不涉及事件D 有機會真的查不到他 因為你 因為事件D更多了 你會跟那個投資人 你真的可以說 他在投資外失敗 有什麽都肯定有啟辭 那某國人實際是 住這頭的人 人家人養狗 跟我有關 不如說超輯市場的人有關 可能他會再這樣說 所以他一來密 當然為什麽這麼密 因為他要不斷去為非洲狗社賺錢 因為那時泡沫經濟關係 所以如果不是有這個因素 他不是那麽密去做這件事 可能真的揭發不了出來 更加恐怖 可能變成懸案 所以那個泡沫經濟某程度上 是迫到他 好像狗急跳牆那樣 所以才令到這件事 最後是可以 揚揚了 其實這樣是很恐怖的事 只要阿珊奇被關根源收買 或者他用這些方法 令他開不了口 可能有機會 到最後阿珊奇都會被殺 是 所以整件事是 真是很恐怖 甚至乎 我找到資料有說 去到近年一些綜藝節目 曾經還訪問過一個人 就更加覺得關根源很瘋狂 就是訪問了一個和尚 為何和尚會跟關根源有關呢 就是這個和尚在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在讀一些 有關佛學 有關寺廟方面的專科 即是課程 他已經是向著 成為一個和尚 成為僧侶去出發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次 尼彩老師 尼彩老師 他去智學系 說你平時有什麼事 我會說 你跟班玩什麼 玩結他還是玩卑士 木語 這樣跟南主角說 可能就是那類 就是讀宗教專科學校 我只是想起 那條變態女 那個 很喜歡 尼彩老師那個 那個變態 那個變態的程度 是連殺嫂的 level 真是 神經病 躲在垃圾上 為了要見到尼彩老師一面 可能現在訪問那個和尚 有機會就是 可能好像尼彩老師的主角 那時候就是讀宗教專科學校 那麼那時候 他們曾經有朋友出去逛街 就是出去玩一下 逛一逛 走一逛 那時候看到 應該是非洲狗蛇 總之就是 看到那個狗蛇 可能是養殖牆的地方 總之到那地方 抓住一個小的地方 看到裡面的狗狗很可愛 非常可愛 然後就拿照片拍照 但拍照那刻 就給一個男人指罵 說到這裏當然不難猜的就是那個男人當然是關根源 而這個男人就指罵他 說他為什麼不拍照 因為可能怕人家做什麼 他心虛地做 當然很多店鋪是不准拍照 寵物店鋪也更慎 但他應該是多了一份心虛 但是這個男人跟他聊了一會 甚至知道他的身份 說他學生來之後 招呼了他和他的朋友 就進去房子裡聊天 還說那時候拿了兩罐咖啡給他喝 就好像說是一人給他兩罐 給他選 他就說奇怪 給他幾罐咖啡我們選 就不管了 聊天之下 最後就說他的朋友喝到 但是沒有問題 他那時候就想不到 照旁人聊天 可能前面我們還沒問准人拍照 是不應該 被人罵也要的 但是之後就開始情況如如古怪 他就開始跟這個年輕人聊天 就說 你們是學生來的附近 不如其實我想找人做兼職 不如你過來負責幫我手 有時候帶狗狗出去散步 每個月可能我給我 印象中對港資 那時候就約一萬元左右 其實北金額不少 是以兼職來計算 兼職來計算 還要說是九幾年的時候 可能是九一九二九三的時間 也有說為什麼找他 就是這個和尚在讀學校 說他的宿舍其實是和非洲狗社很接近的 所以就有人說 他住附近 你沒空過來幫我拖狗出去散步 類似這樣 但是就說 初初好像還沒什麼 他就說 聽到覺得 今天也挺可觀的 不如也考慮一下做一份劍 但是他就說好像有點古怪 我拖延一下 我不可以馬上答應你 我去學校 是有規矩的 我要回去問老師 可不可以打工才可以回答你 就說 在回家之際 這個男人 關根源 突然拿了幾罐咖啡出來給他們 幾罐 我剛才就說 這個幾罐咖啡 請你們喝吧 當時他們就說 這個和尚就是跟他的朋友 在那邊被抱著 被人拿進去 不如要做兼職的 他們就無刻地說 人家這麼熱情 那幾罐咖啡出來 我們很難拒絕 禮貌上的別日本人 和尚就勉強說 我喝一罐 因為他拿了三罐給他們 但他只有兩個人 拿了三罐很古怪的 但接著 他那個朋友就聰明了 他朋友就覺得 不是呀 很害怕 為什麼不肯拿幾罐咖啡出來 我不喝 不知道 他應該沒有喝什麼恐怖 他應該沒有喝什麼恐怖 可能想 會不會是過期的 對 我是兼職的 未必答應他做 剛才拍照又不喜歡 會不會喝幾罐咖啡 剛才是過期的 拿出來 當然可以喝到 喝完回家 都不想這樣 這樣就說 這樣就說 那也不好了 一個就說 不喝了 我真的不喝了 我喝了很多水 一個就是其他人喝 然後 和尚就跟他的朋友 回去了 回到宿舍 他就問回那個老師 和尚來問他 老師 剛才附近的養殖場 那裡 那裡 那個老闆問我 可不可以去幫他打工 我說金額也不錯 他就想這樣問 但是結果 怎麼樣 他就被那位和尚老師罵他 就說 你的目標是要做和尚 你要捨棄慾望 賺什麼錢 你捨棄慾望 然後是不是老師自己去做拍攝 不是 老師就說 不可以 你是和尚來的 你捨棄慾望不准 那所以呢 這麼順利的拍攝 沒有 不准 那說這麼順利的字就不行了 不是 審不審議 他說你和尚來的 你要斷絕些慾望 不可以去做 那和尚就覺得 我禮貌上也要去 跟那位先生說一聲 所以之後 他就去找關根源 去這間店舖說 對不起 因為我學業那裡 我怕兼顧不了 他就怨他 不好意思說 給老師餅 那些 學業上我也是不可以 跟老師聊完之後 所以就不好意思 只有軟距 那就是說 立關根源 又請他喝咖啡 那到底什麼事 就沒事的 如果他有事就說不出 但是 就說 去到他讀過專科學校 到三年級的時候 就說 這個和尚就終於說 我要離開祈辱縣 我要去東京去修行 就要正式成為一個和尚 他覺得 始終那個老闆 怎麼也算照顧過我 哪怕請我喝東西也好 然後就跟這個老闆說 說過我再見 說一聲我去東京 那裡 但是就說 醫情 說完個Goodbye 就算了 多數走了 說完圈兩句 說完圈兩句 就努力了 但是他又很熱情 又喝咖啡 還不是一罐拿幾罐 那句很奇怪 請一個人喝東西 你不會給幾罐人 人家喝完一罐 你問人家要不要 你不會給幾罐人 他拿幾罐出來又給他 過期的全部都是 應該不是的 但是 他又說 那時候拿了幾罐咖啡出來給他 最後這個和尚仔 那時候都覺得 老闆也這麼熱情 那我喝一罐吧 他就照樣開過一罐咖啡來喝 但是他在這裏還沒離開的時候 其實關根源還有聊他 說話 還有聊電話 聊的話題 他到現在還說出來 真的很深刻 你雖然是個和尚 你在修憾 但是你信不信有神或者佛 突然這樣問和尚仔 就是哲學性問題 哲學性問題 然後和尚仔又跟他說 我當然相信 我是和尚 就是我是一個和尚 我相信有了這件事 我才可以成為一個和尚 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喝完那罐咖啡 就走了 多謝老闆走了 他就去了東京去修行 邁向成為一個真正的和尚 因為他繼續在節目說下去 三明天之後 我就收到當年在棋育院 住的學生宿舍 那裡的管理人 就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他 跟他說什麼呢 就跟他說 原來我們很近 在我們附近的寵物店 即是說八卦 可能知道他有時候去找那個人 就跟他說 原來那間寵物店的老闆 那兩夫妻 他們就是連續殺人事件的犯人 後來也有名字 旗玉縣愛犬家連續殺人事件 那時候還沒有這件事 但是他就說 那個連環殺人事件 就是那裡附近 非洲犬社的老闆 他們做的 就跟他說 甚至說 剛好和尚 那時候應該不是和尚 再長大了 他那時候 原來有另一個認識的人 就說關根元在被判死刑之後 是曾經接觸過關根元的 他沒有說什麼原因 總之是說 曾經是 有一個朋友在關根元被判死刑之後 就接觸過他 他沒有特別說什麼原因 應該是醫生 或者是獄醫 一類 總之是有些工作上的 就接觸過他 但是就說那個人 就跟他在那裡聊天 特別是他人之將死 就什麼都不怕說 就說回此事 他就說 其實我一直在殺人的那個時候 曾經有個建築和尚 來過我的店裡 其實每次 我都會拿幾罐咖啡出來 試試給他喝 那幾罐咖啡 其實裡面 只有一罐沒有毒 三罐的話 兩罐有毒 一罐沒有毒 三分一機會 三分一機會沒事 然後他就說 他來了三次 我記得那個和尚 他來了三次 都喝了沒有毒 那罐 最後我想叫他喝多罐 其實 原來說最後 應該是喝完一罐沒事 我想再叫他喝那罐咖啡 這樣 但是最後叫他喝多罐 他又不肯 正常的 正常不會喝別人的罐 喝一罐就叫禮物 喝兩罐就叫做老實不客氣 除非你讓他招呼的人很口渴 或者是他跑完步 或者某些需要 要喝兩罐 基本上一般都是一罐的 正常禮貌也是 但是那時候 招呼他就這樣喝了一罐 最後一次你也喝不中 原本他很糟糕 原本是說 他喝三分一機會也不中 隨機都殺人 現在只剩下兩罐 你喝這次你就中 沒有由三次你避到 現在很糟糕的心態 就好像想挽救他 我看看你怎樣喝中哪罐 最終就是 你再喝那罐 然後不喝酒 就被他走了 可能就是這樣 他有些心心不分 難怪他問 你信不信神佛 其實他喝完 基本上 關根源的下落都覺得 咦 可能在玩的就是 你信不信神佛 是不是真的有神有佛 保護你 你喝了三次你都沒事 三次都是三分二機會會死 你都沒事 是不是真的有神佛 保護他 就在想 可能在想這些 應該是 看來你知道有些聽眾 有一段時間 不會喝咖啡 其實呢 你看看桌子 但我正在喝 我正在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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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瓶咖啡 幸好你沒有出牌子 不是牌子 沒所謂 但是他那個罐裝 應該是小罐裝 應該是 即是某個牌子 不是 在日本很多隻 都有出小罐裝 但是香港很多 香港其實很多 日本牌子入了那個貨 很多選擇的 OKOK 不是 我先不喝日本貨 但是其實呢 不是 其實我家裡有一堆 那支小罐裝 放在那裡 我昨天才喝了罐 喂 不如下次我拿三罐回來 觸手嗎 整個罐吧 不喝了我也是 不要 整個觸手 但是 這件事 我們說的當然是可以 大家輕鬆一點 這樣說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是 玩了三次 三次 都是 看看你能不能選中 結果和尚就是 為何他回到節目 就是 他回憶這件事 原來我跟那個死亡 是曾經這麼接近的 他就這樣說 我三次 原來這麼巧 我拿不中那罐咖啡 就沒事 我拿中的那罐 就沒事 而且最後一次 他還想我喝多一罐 如果那刻我答應了 就已經死了 和尚新聞 所以這件事是 很恐怖的 對 而且他真的隨機殺人 對 和尚來招呼你 雖然他不對 拍了照 對不對 你可以說 他真的 很隨機都想殺人 你沒有辦法 拍照那一刻 哪怕別人道歉 都好 首先 沒有錢人瓜葛 對 沒有錢人瓜葛 沒有什麼利益瓜葛 還有那件事 如果你說 別人畢業的時候 還想殺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已經去到 剛才那種 作冊心虛的心態 就是 任何人埋來 可能都是想 加何於我的 也有機會的 讓人想 你會不會閒時拍照 還在找我的證據 他可能是在想這些 所以作冊心 總之任何人跟他接觸 可能都想想 弄了對方 已經作冊心虛到這個層級了 當然 這個和尚 還有回憶 為何那時候 跟他很商量 招呼他進去 第一次就請咖啡 就是因為那時候 關根源 是拿關西康跟他說話 而這個和尚 說他其實也是關西人 所以那時候 他說話也是關西康的 而關根源 一跟他說 關西康說話 其實我也是說關西康 很親切 大家好像在鄉下 隔幾欄那種感覺 就變成了 大家很親近 但是我最後發現到 其實關根源 並不是關西人 而和尚 就覺得更加恐怖 就說 為何他不是關西人 但是有這麼流利的關西口音 來跟我說話 為何要這樣做呢 現在這個和尚 人已經這麼大了 他還在想 為何他騙我呢 他心想 我有什麼被你騙的價值 他還在想一件事 當然他還有一些 叫做奧老的 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那為什麼要騙我呢 我有什麼騙的價值呢 即是有沒有說有錢 除非和尚 在修行的時候 是穿金大銀呢 對 他又不是那個 這個和尚 所以他還是覺得 很想不明白的 那件事 當然 好像剛才說 都是作賊心虛 那天已經是草木皆兵 任何人接近了他 或者接近了那個非洲狗舍 可能他就覺得 已經想加害他 所以 你怎麼都怕 你和尚仔都照樣想打倒他 其實這件事 真的很恐怖 所以 這個關根源 和封鑑警尖 這兩夫妻 都是在日本 惡名超張 甚至乎 好像剛才說 電影都拍過了 原子溫 他拍的一部電影 都拿這件事改編 沒錯 你有看到的 對 為什麼我會看到這部電影 你叫什麼名字 冰冷熱帶雨 為什麼我會看到這部電影 最初我不知道這部電影 當然要多得我們的台 最偉大的靠哥 剛才問我 你信不信有神 我有佛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定有靠神 沒錯 因為靠神 他介紹一下 我才看到這部電影 他那時候跟你說 這部電影應該挺適合的 對 他說挺黑暗 挺好看的 好像說 為什麼叫冰冷熱帶雨 其實整個流程 都是很跟隨原本的案件 對 但是就說 為什麼會把它改成熱帶雨 而不是養狗狗呢 現在普遍的說法就是 因為原子溫覺得 換成熱帶雨 你看著一缸缸的雨 說整件事比較冰冷 對 而且雨死的時候 沒有哀嚎 好像覺得 整件事用熱帶雨來做 人性更冰冷 我才覺得 可能預約狗狗就難控制一點 可能 我猜已經未必會說 但是 因為狗狗其實某程度上 比較難控制度 除非 除非 因為在拍戲來說 你不是說 你平時的 當然不是說要控制他 但是 你拍戲 你待會 整個狗狗在那裡 你在收音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狗狗 嘩嘩嘩嘩 有支攝影機 我要想展示 嘩嘩嘩 那些狗狗是很有趣的 很傻的 可能就是這樣 原因 不行 那些狗狗在那裡 收音那個人聾 差不多 三角那個會馬上發神經 然後剪 怎樣剪 那些狗狗叫 現在還在那裡 前面的男主角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拍攝的時候 有多難 就是用熱帶雨簡單一點 整個場景 因為我看過那些劇照 我沒有看 整個場景 真的挺好的 我可以找回台戰之後 因為整個場景 就是整堆余光在那裡 加上燈照 好像藍藍的顏色 那樣出來 又真的場景 冰冷感 好像更深寒一點 是 所以又 這件事 是令到 袁智英也出現過 沒錯 謝謝牛少 多謝靠神 因為那句 神與佛 大家不知道 但是靠神 一定有 沒錯 靠神有 正所謂靠歌 我好靠歌 沒錯 那大家善用那個 Emoji 你在放送室 聽我們放送室版本的播放 有在Track Room 在Track Room 盡情玩那個 Emoji 會員們 重溫 你也做會員 下面又按那個 Emoji 內回 直播的時候 他會不會出一個 Emoji 他應該沒有 他應該用不到 Emoji 他最怕的 加笑 而且他未必有空 聽直播 對 無論如何 這個時候就把他吊出來 都當成是 沒錯 聽他就馬上回 我們今集會來 其實也大致這麼多 另外再提醒 我們節目就是 一個隔星期四 去出門的節目 所以 這個星期四 你看完禁區路錄 下個星期回來 會有科技集稅 再之後回來的星期四 就再有禁區路錄 下集回來 我應該就是繼續說 日本的案件系列 一個說的案件是誰呢 下集的題目 當然是下集才算 沒錯 另外大家也可以 做回我們的 Youtube會員 用了月費 做我的Youtube會員 可以收聽 收看到 會員專項的內容 例如我 早兩次《政經書讀書會》 就是講《凶宅怪談》 那本書 之前有一集 我已經講過那本書 講過一些相關內容 就講了更多 暫時還有兩集 也有讀故系列 也有其他 其他exclusive的系列 大家可以用月費 加入會員 去享用這些內容 也可以多給一份支持我們 那麼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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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